给姐夫买衣服 给姐夫买衣服啊 给我啊 哇 小姨子这么好 是的 他是最近准备必要了嘛 然后想感恩你一下 两年你的照顾啊 哦 两年对他的照顾 哦 那我要去买中国品牌的 在越南看看中国品牌在这边 卖的贵不贵 OK OK 走 我去买海南之家 那给你买吗 哦 也买啊 买吗 买 哦 二妹声音好起来了对吧 那给云游买一辆 买一件红星耳克 红星耳克 可以吗 OK 哇 小姨子真好 握手握手 握手握手 OK 享福了 去 这边拍照可以送礼物 对 好 去吧 海底捞队 这是海底捞送的广告 好 找一找 红星耳克 跟那个海南之家 嗯 看看中国品牌的这边有没有专卖店 看什么价值啊 哎 这个也是中国品牌了啊 啊 对啊 耐克 安踏哦 啊 还有李宁家人们 哇 这边都有好多中国品牌的专卖店了 而且还很大 明明看一下 作为中国媳妇家不骄傲 哈哈哈 国产品牌在越南熊起来的家人们都有专卖店了 而且都卖的挺贵的 我看一下随便啊 我们的目标不是安踏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安踏鞋是多少钱一双啊 叫你们看一下 哇哦 哎 安踏还比较便宜家人们 里面显示是一百九一百五十九万大概五百块钱一双哎 这个鞋材 也带大家看参观一下啊 看这个衣服还打折百分之五十 还打折 哇 这个衣服就比较贵了 这样的吗 一百八十九万大概要 六百 哇 都要五六百家人们这样的衣服 安大还是有点贵 云云要不要去还是去看红旗尔克吧 哈哈哈 我不要坑二妹 他好不容易赚点钱 不要把他的钱全部花完了 看看这种卫衣要多少钱就这样了 卫一百四十九万也差不多四百五五百 过程品牌真的在越南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卖这么贵 而且生意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人在这边买 哇 这个衣服七十九万还比较便宜 两百块钱 李宁这边比较便宜 鞋子的话是两百五十九万 大概是七百块钱 讲了吗 七百多 李宁还是没那么贵 没那么贵 啊 先去找一下红旗尔克 等一下不行也可以看看李宁 OK 我们拉了一圈来但是没有找到 红旗尔克对吧 好喜欢哦 对国产品牌就这里 耐克 安踏 还有李宁 哎呀 红旗尔克的衣服质量很好 在北宁上过有的时候在国内没有啊 为什么 哎 那我们就在李宁或者安踏去买一件吧 好 既然二妹这么有那个的话 好美 走 虚拟拟吧 拟拟的稍微词惠一点 二妹也知道感恩了叫什么 他说我们照顾他两年了 然后现在毕业了 慢慢自己做生意了 也给姐姐姐夫买买一件衣服 或者一双鞋子表达一下他的心意 还是很知道感恩的这个二妹 平常 平常去我们那里直播的话 给我们带草莓啊什么水果水果的 还是不错家伙们二妹 要把他 想办法 到中国找个婆家 以后就跟云云两个人挨着劲了 怎么样家伙们 这个想法怎么样姐夫 看一下这边的鞋 刚刚外面的鞋是比较便宜 这边的话就是 170万 五六百块钱吧 你可以买鞋啊 你想看什么都行 把这二妹买单嘛 他在犹豫 在看谁了 二妹要滴血了 二妹钉刀空 哈哈哈哈 我没我没很开心嘛 我没很开心 一直看价 你看到没有那么爽快的 一直看价格没事 等下太贵的话我就 偷偷的自己给钱就好了 叫他们这边看 二妹赚钱也不容易 一件衣服才赚10万 这动不动就是两三百万 二妹要卖几十件衣服 才赚到一双鞋的价格 怎么样 我喜欢这个 但是他没有麻了 卖的这么好啊 你呢 他说卖做的太好了 哦 这个 啊 卖这么贵价格 大家的 还卖这么好 七八百块钱一双 这边的人真有钱啊 不过有点贵 我们去看看其他的吧 等下二妹又要滴血了 看看那个安踏那一家 走 国产衣服在这边还是很受欢迎的 家人们 卖七八百一双 卖断马 看了两个都没马了 安踏也适合你啊 也漂亮啊 你看这一面墙上的都很好看 你看嗯 中国鞋好好看 还可以吧 有点贵 多大多多少钱 做个要 一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万啊 那还好了 才四百块钱 国产品牌现在都很漂亮的 喜欢吧 可以啊 好 二妹你也选一上吧 莫莫改定 嗯 对 对什么 我说你也买一个 二妹莫莫莫改 莫莫莫改啊 二妹 不钱 哈哈 不钱什么不钱 一一买二妹也选 没事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边的你 还是喜欢你你啊 但是那个没有 三十六怎么办 三十七大一点了 以后我还是长大 脚还长大 好了就最后终 拿下李宁吧 女人买东西就是这样 来来回回跑 看了半天了 家长们 最终还是 拿下这一双 三十七的 所以说有点大 但是他很喜欢 因为 还是我们付钱吧 不加里面买这个太贵了 哈哈哈 两百五十万八百块钱 我来给 我来给 我来给他太贵了 打完折要还还要一百七十万五百多块钱 对 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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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 算了没事的 你让他买吧 也没事 他的心理了 现在讲过他他就不开心了 那怎么 对 然后我们了 回去工具 然后就给他多一点就行啊 哦对对对 好办法 给他多一点点就好了 对 那给他买吧 好 开心呀 围着 好了 买好了 李宁 打完折一百七十万 女人买这么久 你看看 等下我去买海南之家 看看男人的速度 好不好 嗯 现在 去 看看海南之家啊 在这边卖的不贵不贵 这几个国产品牌的话 在这边还是 稍微有点贵 啊 找到了 跟中国的海南之家店也差不多了 感觉 啊 这个这边价格就方便 看了 家的吗 49万 就是这样子 就150块钱 50的话就167 59万就是180 65万就是差不多200 哎 选这个 这个一般般吧 家众们 感觉这边的海南之家卖的挺便宜的 两面啊 你看都是四十多万 一百多块钱 海南之家的话就跟国内差不多 啊 这边西装也才159万大概四百多块钱 啊 这个姐夫 穿不了 哈哈哈哈 哎 这也对 这个白色的简单一点 39万120块钱 来件这个吧 嗯 L 买单 你看我多快 看看 买一个够了 不要坑他了 可以了 拿两千 我给你一个可以了 哈哈 他说是二百要拿二个 没有一件可以一件可以 好不容易啊 那再来去吧 叫什么 一百块钱 那个不行 好 小姨子给我选了两件 一个五十万 一个六十万 哎 玉玉为什么不是这个三十九万九 这个是几 起哦对 三十九万九起 那两件的话也就一百 一十万对吧 大概是三百二十块钱 叫他们觉得怎么样 海南之家是不是跟中国的价格差不多 买去买单 今天主要是带大家 了解一下国产品牌 然后也 摘一下 对 摘一下二妹 他本来也是跟我们的说老酒了啊 所以给我们买衣服了 今天也是相当于完成他一个心愿吧 让他表达一下心意 谢谢二妹啊 你看我们两个都有了 他自己倒舍不得买 二妹要买了 买吗二妹 二妹不买 不买啊 对 二妹不钱了 哈哈 她说没钱了 二妹给我买了 我们也给二妹两双鞋 上司的那个鞋也挺好 很受欢迎 二妹 谢谢啊 谢谢主 不客气 我车上还有十多双 我们下个视频 拿去富士康啊 去富士康全部送掉好不好 好 去找十个美女好不好 五十个美女 采访一下他们想不想嫁给中国人 OK 采访一下他们都是多大找男朋友 下个视频 去富士康厂区送鞋 OK 大家一起记得哦 拜拜 拜拜 我也拜拜